数学是什么 在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到 从国中高中大学会遇到了很多数学式子 其实这些式子它共同表示一件事情 就是数学是种语言 从以前我们就会用数字来计算数量 甚至呢在集合上的一些图 没有办法用原始的数字记录 我们还要发明根号这个符号 在自然科学里面 有了数学科普乐才能够用它描述 它的行星三大运动定律 有了数学我们才有复利液分析 在近代数学显得越来越重要 主要是因为它扮演一套与电脑沟通的语言 有了数学我们才能够让电脑做一些复杂的事情 有规律有重复的做一些分析 总结来说数学是套语言 在传统的教学因为考试领导教学关系 没办法谈到数学这么多面向 当然我们这门课我们就希望重现一些数学应用面与连接面 套具大数学家冯牛曼的说法 其实当一门数学学科远离它的实际来源就危机四伏 却与学夫举了更有趣的例子 就是数学家如果脱离实际需要 那就好像把母牛关起来不让他接触公牛 而当我们真正体验到数学来解决问题时 我们才能够见识到数学的美与好 所以在我们的教学方向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能够从一些经典问题出发来发展一些解题能力 能够从做中学从中体验学习 而且还要强调化学科的应用与连接 在接下来的影片我希望能够展示更多例子 让大家体会到何谓数学的应用与连接 何谓从做中学何谓问题导向的解题能力 但是计算到接着 因为梁冉讯 绍乱 的 Union